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71点 一开盘就最高点 你开高 大家一追 行情就出去了嘛 结果变成开高走低 尾盘一度跌90点 收盘跌32点 32点不多 问题间上市的部分有628家跌 只有271家涨 为什么开高攻不出去 礼拜五的美股表现不错哦 道琼创历史新高 非常不好体大涨了2.5% 所有原因还是只有一个 量不够 今天成交量2868亿 连3000亿都不到 我跟大家讲过嘛 要有4000亿 才符合多头的攻击量 如果没有4000亿 那大盘是绝对攻不出去的 这毋庸置疑的 印证了一个月 状况还是都一样 量出不来 指数就是攻不了 今天一开高 170几点 预估量 连3000亿都没有 注定今天一定是开高走低 开高走低没关系啊 个股会轮动 你看今天 照例 第二支啊 那插 一块钱 插一块半涨停板第二支啊 台光店 今天又继续涨 礼拜五涨5% 今天一开盘涨3.5% 踩到KY 今天尾盘一路大涨上来 收盘涨了4.13% 最多涨了5% 个股一档一档 轮动在接棒 指数攻击量不出来 找个股做 每个月有每个月 不同的话题 每个月有每个月 新的主轴 把主轴事先找好 逢低开始布局买进 指数能够攻但最好吗 指数不能攻 个股一样可以赚钱 我今天节目里面 要跟大家谈的话题 台积电 今天没用 万几张而已 差次南非 台积电你该怎么样做 你今天台积电有没有卖 等下会跟大家谈台积电 9月既定的行程 手机换机潮 各大品牌在9月份 都会有新机发表 哪些手机概念股 有机会大涨了 上礼拜的郁金光 这两天的照例 已经领先开始发动了 等一下会跟大家谈 9月的饭机潮 今天开始8月营收 陆续发布 哪些公司8月营收 会创历史新高的 事先先把它找出来 底部优先买进 不然等到数据发布 你就来不及了 今天会跟大家谈 哪些公司8月营收 会创历史新高 财道KY有没有机会 最具千金项的财道KY 今年一股赚100块钱 会去那头位 最近要跟大家 谈了几个主题 你用心听 昨天美国股市 礼拜五大涨 今天美国是休市 老公节 道琼涨228点 创历史新高 分层报告题涨了2.58% 上礼拜五美股最强 还是回到AI的部分 还是回到AI的部分 你看Intel涨了9.49% Intel一直破底 一直破底 一落千丈 为什么礼拜五能够涨那么多 因为公司打算把 金元代工部门给独立出去 这个动作就对了啦 你一个不能赚钱的单位 一直留在母体里面 把母公社的获利一直吃掉 这是最大的问题 那把它独立出去 如果它能够成就 那也是一个金鸡蛋嘛 对不对 那如果成就不了 那就让它自生自灭嘛 你做不起来被淘汰 本来就天经地义了嘛 所以Intel昨天 在礼拜五讲 要把金元代工部门独立出去 股价就得到市场的涨升 麦威尔礼拜五涨了9.16% 麦威尔财报好 而且预告 AI晶片市场需求越来越大 礼拜五大涨了9.16% 那回答礼拜五也出现了止跌 所以礼拜五美股的强势 在AI身上 可是这一波 道琼已经创历史新高 道琼创历史新高 跟AI没关系 道琼创历史新高 是谁的贡献 你看联合健康中心 创历史新高 JT Morgan创历史新高 银行股最近开始大涨 因为下个月 应该讲这个月 9月美国要开始降息了 所以银行股受贿 领先先发动 美国运通 上礼拜也创历史新高 连股神巴菲特的扑克夏 最近也一路飙涨 扑克夏最近 把很多股票卖掉 手中留了现金部位 你照理讲手中留现金部位 你总市值应该不会增加太多嘛 对不对 手中股票越多 行情在动的时候 市值增长才会快呀 就扑克夏 手中握着大笔现金 股价反而一路飙涨 礼拜五涨到476美元 除了创历史新高 而且也加入了 兆元市值的行列 目前美国股市市值破兆的 没几斤 苹果 微软 对不对 扑克夏 NVIDIA 4金而已 跟4金而已 能够破灶不容易 能够破灶不容易 好 台北股市的部分 台积电间 一开盘 今天台积电开高 955元 涨了11块钱 可是开高 最后 回到平盘 曾经一度 小跌了1块钱 今天台积电成交量 18620张 上礼拜五 64427张 所以上礼拜五 跟大家讲过 新的权重生肖 会有一些换股的动作 所以台积电 6万多张 一样还是没达攻击量 那如果没有办法 在这个礼拜 再出现8万张以上的攻击量 行情 攻不出去 那今天16000张 更不用讲 少得太离谱 台积电的走势 我跟大家分享过 固定走15天的周期 这次第60天 杀下来之后 反弹了一波上来 来到前一波的套牢区 这个套牢的量 8万张到10万张 量的东西是骗不了人的 你要再继续往上走 你要先把套牢解开 那你没有8到10万张的量 不可能的事情嘛 所以最近台积电开始 区间震荡 今天量只有18000张 所以当今天一开盘 955块 你看到量不够 你有心买这个吗 我上礼拜教你们啊 你看到量不够 心买的这个 当天落下就 12块啊 对不对 就12块钱啊 所以台积电如果没有 8万张以上的量 差次难飞 跟行情跟基本面无关 这是筹码的问题 这个礼拜 台积电还有一次机会 台积电7月营收 已经创历史新高了 这个礼拜 台积电如果发布 8月营收 再创历史新高 机会很大 到时候利多一发布 如果能够补量 到达8万张 一举过关 那么对于 大盘就会有带动的机会 相反的 如果台积电 营收发布 创新高 利多出来 量还是不够 那这个休息 可能需要更长时间了 所以今天把台积电 8月营收发布的时候 量要特别注意 量要特别注意 大盘走势跟台积电一样 都走15天的周期 那这次大盘 急涨上来之后 再跌到第15天 四星八百点 今天又提醒你了 不要再抬起来 涨了两千八百点 量开始矩 我也提醒你 没有四千亿的量 供不出去 真正的供给量 要来到五千亿才可以 所以大盘量不够 起关的股票 不要去堆 拆底部的股票 每个月 有每个月 特定的话题 找当月重要的主轴操作 指数纵使供不出去 你一样还是可以继续获利 每年九月 各手机品牌 都会出新的手机 九月的换机潮 这是每年固定的行程 你看郁金光 四百三十五 好看四倍 上礼拜四 已经来到五百七十九了 四百三十五买 到五百七十九 一张十四万十的 十张一百四十四万 我从买进当天 从买进当天 讯号给大家看完之后 天天讲天天讲 每天都在讲郁金光 你有买吗 你那些诚意 完全公开跟大家谈 我不怕你跟单 怕你不敢买而已 随时买随便买 你看业绩那么好 半年报成长了快五倍 股价经过大跌 很多时候股价大跌 很多人 怕就怕死了 给你机会 你反而不敢要 股价大跌 六百八跌到四百二 业绩反而大翻身 就是这种机会 林德宴专门找这种机会 带会员进场 你看这样上来 四百三十五 现在五百七十九 上到三百 三十三百啦 买底部要赚个三成五成 是不是很容易 一再印证给你看 一再印证给你看 那涨那么多结束了没 要买啦 iPhone16都还没发表 对不对 郁金光有回 都是好机会 只怕他不敢回而已 他如果回档 都要继续锁定买进 上礼拜我们买照例 十点两分 照例一百七十块钱买 当天买 当天就涨停板了 我上礼拜有特别跟大家谈到 对今天赵力又继续长 上礼拜有特别跟大家谈到 这次苹果手机的重点 在哪里 在镜头的升级 跟AI的功能 可是三星手机 Google手机 包含华为手机 今年的卖点在折叠的部分 我上礼拜一直跟大家讲这个嘛 所以为什么买华为 就是这个道理嘛 你看连续两天 礼拜五涨停 今天华为 今天照例 又插一跳涨停板 又插一跳涨停板 这样两天 礼拜有170买的 今天194 两天而已 一张一万两万四 十张24万 十张24万 那今天报纸出来了 华为要供折叠手机 三折的 三折的折叠手机 那个技术更难 那华为 三折手机 准备要发表了 富士达照例 拿到订单了 你看到今天报纸出来 不会胡了嘛 我们上礼拜五 我们就开始布局了嘛 千金难买找之道 等到你看到报纸 永远都是落后的 你要能够领先市场 在别人不知道 你已经开始卡位 你就是赢家了 这样一天一个便当的博物 一天一个便当博物算 林的宴专门找底部的股票 一档一档带着你们做 照例半年报成长137% 股价300跌到130 股价300跌到130 跌掉60%耶 获利翻倍130% 股价跌了60% 时间周期 83天 82天 83天 都都啊后 领先下跌五个月 我是不是一直跟大家讲 找领先下跌四到六个月的 业绩反而大好的 趁机下去低接 六楼月吧 你看这样上来 这多开四年啊 照例有回档 特别注意 九月的换机潮 还有哪些个股 有商机的 那一天带给你做 八月营收创新高的股票 今天开始会陆陆续续发布 事先把标的找出来 趁消息没发布 你就要开始买 否则等到消息发布 你就来不及了 哪些公司八月营收 有机会创历史新高 台积电刚才说了 对不对 台光店 已经六个月创新高了 接下来开始经历 年度旺季 创新高应该没问题 上礼拜 同价大涨 同伯基板 礼拜五大涨 台积电四百六十六块 我们已经做第二招了 第一趟 三百六买五百卖出 第二趟 四百二又买 礼拜五四百六十六 今天四百八十三 四百二买的 礼拜四除息十块钱 除完息之后礼拜五填息 光是息又多赚了十块钱 那你四百二买 涨到四百八十三 一张六万三 加上配息一万块 买一张 赚多少 七万三 十张 七十三万 报酬率 十七趟 台光电我已经讲了四个多月了 每天讲每天讲 你有抵护吗 有买有赚 买得漂亮 赚得更多 买得高的点 你还是赚嘛 对不对 你能厌重 说法 每天追踪的股票 没有几个老师敢这样做的 半年报成长一百八九趴 股价从五百五跌到三百五 我专门取中股票了 三百六买 五百卖出 这一趟就三十几趴了 拉回来四百二再买 第一趟三十九趴 第二趟二十七趴 两招加起来五十六趴 每天讲每天讲 我已经讲四个了 我已经讲四个了 你会来回操作的 你赚得更多 不怕你跟单 让你感受我们会员实际的做法 还有哪些个股 像台积电一样 两个台积电外资都喊到六百八十八去了 还有哪些个股 八月以后会创新高的 快点赚赚赚 消息没发布 该报就要先购了 不然等到消息发布就没负了 你要事先看到底部 就要开始买 不要等到事后才在帮人家抬轿 我们每次股票都脏 你们每天看节目你们知道嘛 对不对 市场上最热门的话题 星光金的合并 我们也最早说的 我们八户二八户三就开始买了 拉回来十块四又加码 我们八块二八块三买 十块四再加码 等到你听到合并就没乎了 最近星光金已经原地踏步了嘛 对不对 最近星光金已经原地踏步了嘛 但你听到消息就没乎了 你要在事情没发生之前 底部就要开始卡位了嘛 对不对 8.2买的61% 10.4买的也28%了 有没有领先市场 你要掌握先机赢在起跑点 润太全买四家 60块钱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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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加码 这也40% 还没结束 随时会喷出 我专门找这种赚大钱底部的时候 带你一档一档慢慢做 一档一个便当 不要挤 30% 50% 我们慢慢来探级 材料KY 这要不要特别跟大家讲 半年报仅次于大力光跟围影 第三名的公司 半年报44.9 今年一股上砍100块钱 你有买吗 你看周线那么漂亮的图形 一波比一波低 一只脚比一只脚高 周线的背离是大波段的反转 我印证过无数次 去年一PS62.5 涨到1265 北比拉到20倍 20倍严格来说不高 很多筹码型的股票 现在北比30倍50倍的比比皆是 财料KY 今年一股上砍100块钱 如果北比来20倍 会是多少 目前股价财 连1000都还没有 连破千都还没有 我们720 730就开始买了 你们都知道 今天最高来到568 968 今天最高来到968 我们720买了 一张24万 10张240万 很快你就看到破千了 破千之后 北比会不会像去年一样 另外20倍 还是更高 这种筹码型的股票 完全看市场炒作 人家真的要插 尤其他达到股杂 那摇起来很恐怖 30倍50倍都有可能 那不管它涨多少 我们对大部分的 我们对大部分的 永远是赚最多的嘛 而且永远是不会输的嘛 是不是 水灵的烟一只找这种 赚大钱底部的股票给大家做 我上一拜给大家看过啊 材料KY 应收账款11天 诶 正常一家公司 你东西出去 两个月票 三个月票尽雄的嘛 怎么会有那种 11天的应收账款 代表客户跟他拿货 几乎都用现金拿货 你开票拿不到货 存货天数16天 正常存货天数 一个半月到两个月 都尽雄的 他存货天数 只有半个月16天 代表东西生产出来 市场很抢手 一下货就拿掉了 我看财报看了三十几年 第一次看到有这样的公司 尤其获利那么顶尖 上市贵第三名 现在本预比不到十倍 当找到这种机会 你就要勇于全力出击嘛 股票我来车 你来带我做 金像电 七月营收历史新高 八月也有机会 材料KY 八月营收创新高 应该是没问题啦 技嘉也有机会啊 我们220开始买技嘉 这次最高涨到280 一张六万十张六十万 技嘉几颗银可以再买 这两天回档下来 几块钱可以再买 现在法人已经涵到419 早下跌四到六个月 半年报大成长了 尤其八月营收 如果再创历史新高的 雄后 我们从底部开始布局 对 亚乡 明天要除息 除息后 有没有机会继续涨 今年每个月营收 都在创历史新高 你看我找的都是这种 最好的公司 让你底部进场 30% 30%稳定获利 全新的九月 有全新的标的 有全新的话题 八月做得好不好 过去了 九月 重新再出发 让你的黑院带着你做 一缸结本 我们的副专线02-239-239-88 02-239-239-88 祝您操作顺利 我们在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这个 哦 订阅理财做官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耶 太有sense了吧 拜拜拜拜